我想大家都看到当我们分区的名单公布以后 引起非常强烈的一个民意反弹 有人形容说这是一个民意的喊啸 当然这主要不仅这样一个不分区 影响了我们政党的形象 也让吴主席的声望受损 吴主席列不分区争取立法院院长 我其实我很多时候包括公开场合我都讲过 以吴主席的历练 以及他做党主席的经验 尤其九合一胜选 这些他绝对是合格的 而且应该是就我们现在的党内来讲 也看不出有任何人比他更适合 可是因为我们第一次 我们不分区名单出来以后 吴主席列第八引起争议 结果我们礼拜三开中场会 把吴主席改成第十 那这一次又改成十四 我个人觉得 从报纸上看到吴主席也曾经考虑过 就是他是列十四 或者是退出不分区提名 我现在在这里 就是要很严肃的 很诚恳的来给吴主席建议 也跟我们所有中常委沟通 我觉得今天做一个党主席 最重要的责任 他就是像我们今天所讲的 怎么样赢得2020总统胜选 还有国会过半 以我自己从政的经历 经验来讲 如果现在吴主席列在逝世 其实我们还会有争议不断 我们的政党还是会受伤 我们吴主席的声望还是会受损 所以我在这里做一个乌鸦 而且我诚恳的建议 吴主席退出不分区的这个提名 就是退出这个名单 我相信今天只有这个样 才能我们挽救我们国民党 现在在争议中间的一些议题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我也期盼 透过这样一个吴主席 这些事情对吴主席来讲 是非常的委屈 可是我也在这里诚恳的建议吴主席 我希望吴主席做明智的决定 为了党的慎选 他再委屈一次 谢谢大家 请不吴主席